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4月14号 首先呢 咱们还是关注一下乌克兰局势 现在对于战争了而言啊 还是平行期啊 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那么比较有趣的一件事儿 终于发生了 也就是老王之前一直在骂那个德国法国这俩老婊子 是吧 还有好多朋友啊 给我科普啊 说是德国也并不是啥都没做啊 法国也并没有光荡婊子 并没有光荡婊子 给我发了什么时间线啊 什么德国的各种谴责啊 法国的各种电话是吧 之前还有朋友跟我说了啊 德国实际上是融流了最多的难民 接收了很多难民 别看英国又给枪又给炮又给钱的 还主导这个乌克兰进入欧盟 是吧 但是啊 英国就是不接受乌克兰的民 哎呀 英国才是在当婊子 你说这个脑回路啊 到底是怎么长的咱都不知道 是吧 这不最近一段时间啊 乌克兰的局势稍微稳定了一点 那么各个国家的国家元首 国家总统 总理啊 纷纷呢前往乌克兰 哎 到基普走一走 看一看 是吧 深入战区 哎 第一个去的是小金毛威尔逊先生 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 哎 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吧 啊 当时在整个乌克兰境内还有大半的国土上啊 战火纷飞 哎 身为一个国家的首相 能够以身负险啊 真是值得我们去给人家点个赞的 是吧 那么从这个英国首相到了基辅啊 与泽连斯基会谈之后 哎 其他各国领导人哎 纷纷前往乌克兰 哎 以此呢 哎 表达自己一个态度 对吧 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且在啊 面对面的交谈之中呢 给乌克兰更多的帮助和承诺 应该包括加入欧盟啊 包括许诺一些合作项目啊 啊 包括武器和战略资源的支援呢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时候 德法这俩老婊子呢 也坐不住了 哎 看到全世界的领导人啊 纷纷跑到基辅啊 去这个刷一下存在感 哎 他们就很眼馋 哎 就这种婊子 啊 能够抓住一切立排放的机会 是吧 哎 于是乎 德国的总统 哎 叫什么啊 鸡巴巴叶来着啊 那个名好他妈长啊 不好记 啊 然后也是申请啊 跟泽连斯基打电话 哎呀 我也想去走一走 看一看啊 泽连斯基呢 这个脾气也不大好 嗯 脾气不大好 应该是在战争期间啊 锻炼出来了 是吧 哎 果断拒绝 果断拒绝 被这个中国的媒体啊 称之为德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吃辱 哎 想当年欧洲第一强国 德意志国家啊 一国总统 哎 想去一个弹丸子弟乌克兰 竟然被人家拒绝了 真是战争开始之前 请人家都不去呀 就是泽连斯基打一百个电话 人家德国都不在打理他的 是吧 哎 现在呢 哎 主动啊 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还贴了一鼻子灰 多他妈丢人呐 但是我觉得真解恨啊 真解恨啊 哎 只有这帮老婊子 哎 就得这么处理他 是不是 哎 解恨 舒坦 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 啊 叫啥人啥对待 对吧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哎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其实这句话的内涵啊 并不是让咱们每一个人啊 都圆滑世故 哎 而是啊 让你知道自己有原则 有立场 有操作 什么人 什么对待 嘿嘿 ここ 转电的人処制 油对待 小少许 means 后来